大家好,今天小兵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六岁女童深夜搭黑车被残伤,母亲疯狂复仇的电影《奥罗拉公主》,故事要从G2连3的神秘杀人事件说起。 某天一个小女孩儿与其G母在商场的卫生间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,G母不断辱骂与撕扯着女孩,害怕的女孩不敢反抗,只得不停地向G母道歉,可女孩的态度越是卑微,G母便越发放肆,开始对女孩拳打脚踢。 就在这时,卫生间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,她带走了被打女孩后又重新返回了卫生间,用利刃杀死了女孩的G母,并在尸体上留下了《奥罗拉公主》的贴纸。 不久后,一名美容院女老板被人无辜杀害,紧接着女老板的丈夫也命丧了皇权。 无一例外,这三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杀人犯,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尸体身上都被凶手贴上了《奥罗拉公主》的贴纸,如此蹊跷的杀人案,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警察的高度重视,负责此案的警官吴承浩开始着手调查。 可当她也逼近真相识,内心却略害怕起来,原来根据相关线索,案发现场除了有凶手留下的相同妻子外,还有一个同样的女人背影。 而这个女人就是吴承浩的前妻以及死去女儿的母亲真子,原来这场连环杀人案,就是真子不举注密的一场复仇计划。 就在几年前,真子的女儿独自坐继承车回家,可车开到一半,女儿就因钱不够,被司机赶下了车,眼看着天渐渐变黑,无助的女儿站在街头不知所措。 就在这时,迎面开来了一辆私家车,车上的男人假好心,要送女儿一程,可女儿刚一上车,就被男人残忍奸杀。 虽然男人很快就被警察逮捕,可律师却帮助其制造为证,以假扮精神病人摆脱了死刑。 绝望的真子眼看凶手摆脱法律制裁,便决心用自己的力量为女儿报仇。 于是,他先后杀死了计程车司机。 律师等在内的与女儿死亡,当天有直接间接关联的五个人,案件终于告托,真子也被捕捕于。 可他对女儿的思念,与对凶手的仇恨并未削解。 于是,最终真子在大脑之中,杀害了还死自己女儿的男人之后,又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不要挑战任何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。 影片虽然用极其激烈,与血腥的手法来表现这种爱,但我们依旧能感受到母爱的无私。 好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